小三表姐要结婚了 婚礼还在我旗下的五星酒店举行 七大姑八大姨一个个都对我努嘴 哎呀 雨昕啊 你比默默长得好 学历也好 怎么找个对象就不如她呢 我笑而不语 拿出手机 小刘 今天王副总要结婚 帮我送份大礼 对 就是那份辞呈 另外 通知她的现任太太 她老公又要结婚了 梁默默满面春风地 把车开到我家楼下 一辆崭新的冰霉粉马沙拉蒂 默默 你来了 这车真不错 是王勋给你买的吧 我爸一脸谄媚地 跑到梁默默的车边 哼 这个见利妄议 笑贫不笑娼的爸 要不是因为他这么贪财 我才不会隐瞒 自己就是全市首富 我刚上大学 就意外中了一笔 高达五亿的彩票 之后 我又买下了几家五星酒店 经营得很好 几年下来 我就成了跟市的首富 这件事 除了我妈 谁都不知道 梁默默一听我爸的恭维 拍着车门 昂着头 是啊 小叔 这帕拉梅拉得一两百万呢 对了 这是我给小沈买的迪奥连衣裙 两万块呢 明天让小沈子穿上 再去我家接亲哦 别让王勋家里瞧不起 他说着 从后备箱拿出来一个迪奥的大礼盒 我爸屁颠颠地接过来 哎呀 默默你破费了 这太贵重了 梁默默甜甜一笑 抬眼才注意到 我一直在楼上看着他 因为我爸的缘故 我很少住在地井庄园 而是陪着我妈 住在这两层高的自建房里 雨夕啊 快来 给小沈子马上去 我还要回家 准备我明天的婚礼呢 我摇摇头 别了 表姐 你这衣服 我看不上 我话一出 梁默默的笑 都僵硬在脸上 你看不上啥 你知道多贵吗 一两万 你个死丫头 快下来拿 我爸跳脚对我骂道 我眼睛一瞥 看到一辆白色宝石节911 停在了楼下 我没等我爸继续骂 就下了楼 就是嘛 你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种奢侈品牌的衣服吧 梁默默见我下了楼 开心不已 只是 他举着盒子 我却没看他一眼 宝石节里下来三个人 为首的一个帅哥 恭敬地提着一个礼盒 夏小姐 这是您定的礼服 是完全按照您母亲要求定制的 您看一下 需要再次调整吗 没错 我站在楼上 可不是为了看 梁默默默的豪车 而是等我给我妈买的高定礼服 我点点 对他道 你们拿楼上吧 我稍后就来 三人恭敬地点头 捧着礼盒就上楼了 夏雨昕 你演电视剧啊 为了跟我比专门请演员弄这一出 剧 梁默默掐腰对我说道 哼 演电视剧不是你和我爸演吗 父女情深 果然 我爸就冲过来 夏雨昕 你那点工资就花在这上面 你就不会像默默学 给爸妈买点好的衣服 就知道冲大头 有点长进好不好 剧 爸 我买了 只不过 只有我妈的 没有你的 说完 我就转身回楼上了 背后梁默默还在家枪带棒地说 夏雨昕 我告诉你 别弄些小裁缝店的衣服 给你妈穿上 黄脸婆一个 明天去接亲 别丢我的脸 去 接着我爸安慰他 别生气 默默 小叔陪你回你家 他们母女一个个都不是好歹的 我迈不上了楼 我妈就站在门口 泪流满面 女儿 妈妈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明日我一切都听你的 去 这就对吗 如果不是 我妈还留恋我爸 觉得我爸早些年对他很好 我这才为了陪我妈 还住在这里 妈 别伤心 你有我 我走过来 搂着我妈 随即就听到楼下轿跑离开的声音 一个男人留住他的人 留不住他的心 一切都是白费 当晚 我和我妈就回了地井庄园 睡觉前 我就收到家族群里的消息 大舅妈 雨昕啊 你怎么欺负默默了 她可是你表姐 去 二舅妈 默默明天都要结婚了 与悉你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争强好胜的 这样小心嫁不出去 小舅舅 嫁出去也不见得有默默嫁得好 王勋可是黎丰州纪酒店的总经理 全是有几个人能混得这么好 去 大伯母 哎 我家默默就是心太软 太漂亮 这才遇到了王勋这么个好孩子 我冷笑一声 好孩子 天哪 王勋都是个秃头大叔 我爸 夏雨昕 你快点出来 给你表姐道歉 打电话也不接 你这孩子 真是不懂一点礼貌 我 爸 那件迪奥的衣服款式太旧 又太肥 我已经扔垃圾桶了 去 没错 那件迪奥是冲秋款 现在都已经是夏天了 而且 肥得很 我妈看都没看就让我扔了 梁默默 夏雨昕 你给我捡回来 你知道有多贵吗 去 我 红包 梁默默 你什么意思 我 红包已被领取 啊 收得挺快啊 小舅舅 我去 五万块 原来被他领走了呀 那我就不管了 我 衣服钱给你了 多的 就当我随理了 去 三舅妈 怎么 雨昕 你也找了个豪门吗 去 我爸 夏雨昕 你又随便花钱了 你是不是贷款了 为了点面子 你贷款 你还知不知道 我是你爸 倔 梁默默 对呀 我听说现在裸带很流行呢 表妹 你别太要面子了 倔 我 那三舅妈 没错 舅妈 我找了个有钱人 倔 比起 裸带 我还被认为 磅大款的好 何况 我真的磅大款了 我男朋友叫陆辰 是当红的模特 也是全国十强企业的继承人 比起我这个全是首付 我确实是磅了大款 梁默默 好 有本事 明天就让我看看 我看顶多就是个马农 保不齐还是个船员 倔 我冷笑一声 好 然后 拨通了陆辰的手机 第二天一早 妈妈穿上我给她定做的衣服 提前去接新娘梁默默 我也换了件衣服 不过是普通的休闲风格 梁默默的婚礼 还不配我那些衣服 我挑了裤里最低调的一辆跑车 阿斯顿马丁 只是梁默默的爸 我的远房大伯家 住在一个小巷子里 我只能把跑车停在了巷子口 妈妈这时候正在帮她打点 替她安置亲朋好友 因为我爸说过 默默是我大哥唯一的女儿 她不在了 我必须让她风风光光出嫁 倔 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爸一母同胞的亲大哥呢 实际确实扒竿子打不着 又与我母亲这边 弯弯绕绕的一个远房亲戚 新郎王勋到达这里的时候 我躲在一旁 我可不想让她认出来 好戏还没开始呢 我可不能让她扫我的心 王勋高兴的光头都冒烟了 她像个小年轻一样跑进了屋 七大姑八大姨 反倒围着我说了起来 一个个都对我弄嘴 哎呀 雨昕啊 你比默默长得好 学历也好 怎么找个对象就不如她呢 倔 对呀 你那个传员男朋友呢 你舅妈说你今天带来的 我冷冷地笑了 大舅妈 别操心我了 我还有人要 我可听我三舅妈说了 小说未婚先孕 还流产了 喷喷喷 去 这下子 大舅妈开始拉扯三舅妈 大吼大叫起来 场面顿时混乱起来 王勋这时候 也接了梁默默从屋里出来 刚好看到狗咬狗 默默 这下话现王勋拉长了脸 皱纹都看不到了 梁默默仗红了脸 勋哥 我想 舅妈是不舍得我出嫁 这才情绪激动 倔 我一看王勋出来 忙趁乱转身离开 我可不能提前掉马甲 喂 夏雨昕 你跑什么 梁默默却叫住我 我没回头 直接离开了 因为我听到王勋问他 你叫他什么 他叫夏雨昕 倔 打架的两个旧妈 看新郎新娘出来了 也不好再打 决定休战 之后再论 我走到巷子口 看到接亲的车队 喝 一水的马沙拉蒂 我坐在车里 等我妈妈 不一会 梁默默扭着腰 跟着王勋 蹭着小巷子出来了 小婶子 坐我的头车吧 这可是薰哥给我新买的 你昨天没见着 梁默默伸长脖子喊 却看到 我妈根本没理他 直接坐进了我的阿斯顿马丁 他脸色难看得像吃了屎 事实上 之后他确实也吃了屎 妈妈坐进车 谢了力气 我心疼地看着他 妈妈 他永远都是这么善良 为了我爸的面子 我一脚油门 炸街的马达声 盖过了梁默默出嫁的鞭炮声 也像急了我压在心里的怒火 到了酒店 我先去办公室 处理了下公务 忙完 我才又乘坐电梯下来 大唐经理看到我 想扑过来问候 我给了他一个眼神 他识趣地走开了 哟 夏雨昕 你还真会勾搭人啊 看人家大唐经理年纪轻轻 又事业有为 就给别人按送秋波 据尖锐的嗓音从背后传来 是被打成花猫的三舅妈 怎么 弟媳妇 你眼没被打肿的话 也想送秋波 可能你想送 人家还嫌你这菠菜老 据我妈竟然直截了当地对了过去 我亚裔妈妈居然这么给力 以前 她都为了亲戚的关系 忍着 今天居然这么犀利 哎呀 舅妈 你可别当真 小婶子就是小心眼的人 就因为我去她家送衣服 没专门叫她 她就赌气穿 这么一件破衣服来 真是丢我的人 倔 梁默默已经换了一身礼服 接待客人 只是 再怎么换 嘴都这么臭 啊 我就说 默默买的衣服 怎么可能这么垃圾 还坠上水钻 真是低档货 三舅妈讨好的模样 看着梁默默 喝 水钻 那是一颗颗钻石 那火彩都亮瞎眼了 真是睁眼说瞎话 我妈拉着我 走吧 嘻嘻 不跟傻逼论长短 倔 喝 我妈此话一出 梁默默不敢再回怼 否则 就是承认自己是傻逼了 唯 夏雨昕 你男朋友呢 刚才还逃跑 怕我接你短 倔 你放心 就算是个马农 我也不会瞧不起的 他只高气昂的模样 我却觉得好笑 看了下大厅的时钟 差不多 该来了 果然 我还没开口 就听到门口一片尖叫声 阿是陆尘 倔 陆尘 你还真是个显眼包 什么动静 梁默默忘了追问我 伸长脖子 看向酒店门口 我已经看见 那个显眼包起长的身影 哇 是陆尘 是陆尘 倔 我的天哪 怎么有人长这么帅 倔他得有一米九吧 身材比例这么好 倔下画线 我听着却习以为常 因为平时在私下 我就贴着他的脸使劲看 也是忍不住高声尖叫的 哦 陆尘 难不成勋哥 把他请来给我住场的 梁默默自以为是地点着头 然后 扭着腰 朝着门口走了过去 我的天爷 王勋对默默可真上心 去 是啊 这陆尘的出场费得上千万吧 去 就是啊 嘖嘖嘖 同样都是下家的闺女 雨昕怎么就找了个船员 我听着周围的亲戚们 一个个阿谀奉承的话 只想吐 哎 快看 新郎官来了 俊 三舅妈高声尖叫 似乎今晚入洞房的是她 我回头一看 王勋果然来了 哎 大外生女 你看看王总的气度 你今天走得早 没看到她的风采 俊 五舅妈也跟着附和 我就站在原地 看着王勋跟宾客 公筹交错 满面春光 老公 老公 你是不是请了陆尘来 梁默默突然火急火燎地 从大门跑进来 很是委屈气氛 王勋一脸稀逼 陆尘 哪个陆尘 倔 呵呵 他这个老腐朽 哪里知道国际名模 梁默默摇着王勋的胳膊 撒娇道 就是门口那个呀 陆尘 超级名模 我刚才去叫他 他居然无视我 倔 我没请啊 王勋油腻地摸着他的手 梁默默气急败坏 哼 今天这里不就是我们的婚礼吗 那他来干什么 老公 快 跟我一起去 撵走他 梁默默拉着王勋 就朝门口走 三舅妈和五舅妈张大了嘴 这可奇怪了 我们去瞧瞧 去 说着 两人不计前嫌 右手拉手走出门 我好笑地抱胸 走在后面 陆尘一身黑色高定西服 正立在酒店门口 一群人正围着他拍照 他皱着眉 看着我一点点走过来 想必 绿茶凉默默 又说什么茶言茶语了 我笑呵呵地回着笑脸 却有一个不合时宜的头 挡住了我俩的视线 喂 今天我结婚 你要是说来捧场的 我给你万二八千的出厂费 要不是 拿梁快去拿 去 梁默默大言不惭地指着陆尘 却引来了亲朋好友的指指点点 默默 你怎么这么拔望 别人来参加你的婚礼 这是喜事 去 就是说 陆尘可是超模 万二八千人家 根本不放在眼里的 平日看着他还挺文静的 看来有钱了 人就跋扈了 梁默默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你们说什么 倔 好了 默默 我去问问哈 你别生气 王勋摩杀着他的胳膊 安慰道 我抱着毕 笑呵呵地看着陆尘一脸无可奈何的模样 今日让你尝尝绿茶的味道 小伙子 今天我的婚礼稍后就要举办仪式了 可以请你一起去观礼吗 倔 王勋仰着头 单手递给陆尘一张明片 单手递明片 明显瞧不起人啊 陆尘没接过来 只是沉声道 我在等人 倔 你 给脸不要脸 梁默默气得怒不可遏 伸出手 就准备去拉扯陆尘的衣服 却被保镖拦住 梁默默脸色难看至极 又转眼委屈巴巴 趴到王勋胸口 老公 你快 快替我教训教训他呀 酒店不是你的吗 快让保安来呀 表姐 要不我来教训他 我高声喊了句 我怕再不开口 陆尘也要原地炸了 宾客一个个都朝我看过来 有不屑的 有惊讶的 有鄙夷的 还有宠溺的 王勋看到我 满脸惊讶 刚想开口叫我 我一个眼神给他 他止住了口 局促不安地站着 宇夕 别过去丢人 倔 宇夕 人家带保镖了 倔 疑 不自量力 我越过人群 走到路程跟前 夏宇夕 怎么哪哪都有你呀 就显着你了是吧 梁默默拦住我 我闻着他身上刺鼻的香水味 很是反胃 王勋额头冒着痘大的汗珠 在背后扯了扯他的衣服 默默 别 勋哥凉默默不解其意 撒娇道 路程没给他一丝余光 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开口道 不知道小姐想怎么教训我 他说着 弯下腰 漂亮明媚的眼睛看着我 这妖精 我咽了咽口水 就罚你 罚你做我男朋友吧 此话一出 周围顿时鸦雀无声 停顿有几秒钟 突然 梁默默发出杠铃般的笑声 没错 是杠铃 哈哈哈哈 夏雨昕 你还真是不要脸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个船员男朋友 就你 还想脚踏两只船 哈哈哈哈 梁默默笑得牙花子 都出来了 我却看到王勋脸都绿了 船员 男朋友 路晨直起身 带着一丝细血的笑 对啊 雨昕她有男朋友了 还说今天带给我们看呢 三舅妈 还真是见不得我好 路晨笑着弯腰 做出邀请的姿势 低沉磁性的嗓音说道 那请问小姐 我还能排上号吗 呵 显眼包 就你能陪我玩 好呀 那你就坐小巴 下话线我眯着眼睛 伸手搭在她的手上 梁默默的笑容将在脸上 脸也绿得跟王勋一样 在场的亲戚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 你有没有搞错 她 一个穷丫头 除了长得好看点 一无是处 你是不是用智商换的五官呢 据 梁默默根本不顾王勋的阻拦 应足说完这句话 王勋憋不住了 立声道 默默 你今天还想结婚吗 想的话 给我进去 梁默默被她一吼 眼泪都快出来 我却看到 一个人走过来 护住了梁默默 定睛一看 是我爸 王勋 你怎么能吼默默 他可是我们家的宝 我爸居然还红了眼眶 我乐呵呵地看着他 心里却有些酸涩 他从来都足帮着外人来吼我 何曾护着过我和妈妈 如今 突然 手上一暖 陆晨握住了我的手 我抬眼对上他温润如水的眼眸 他在心疼我 还有你 雨昕 你怎么整天搞这乌七八糟的事 这难得你认识吗 就让他摸你的手 没脸没皮的 倔 我爸护着梁默默 却对我义愤填膺的 伯父 你好 我是夏雨昕的男朋友 我叫陆晨 陆晨伸出修长的手 想跟我爸握手 我爸却不屑地别过去头 去哄梁默默了 我健壮 伸出我另外一只手握住他的 好了 大明星 今天我们不是主角 我表姐才是 我们俩以后 有的是时间讨教 对 只是我好笑地看了王勋一眼 婚礼还办吗 他灰溜溜地点着满头汗的头 办办 勋哥 下话线梁默默把我爸推开 又拉住王勋的胳膊 你怕他做什么 他就是会勾引人 一个小明星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倔 王勋甩开他的手 走到我跟前 毕恭毕敬道 小姐 您和陆先生光临我们的婚礼 真是我的大幸 倔 我点点头 那就开始吧 倔 好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王勋恭敬地弯腰 在我和陆臣前面引路 丝毫没把梁默默放在眼里 梁默默气地跳脚 我爸又屁颠颠走过来哄他 好了 默默 别生气 你看妆都花了哦 你快去换婚纱 马上要成为最美的新娘子了 后面的话 我听不清了 我也不想听了 陆臣牵着我的手 进了婚礼大厅 嗯 够土地下化线陆臣 微醋着眉心看了一眼 是啊 大厅里全都是玫瑰花 各种颜色的玫瑰 拼出不同形状的心 王勋低着头 听到了 对我傻笑道 是 这都是默默想出来的 看来 他是知道自己公职私用了 我点点头 行了 你快去准备你的婚礼吧 据 王勋退下后 我和陆臣 却被一群人拥了过来 陆先生 我是陈光杂志的记者 请问 你和身边的女孩 是情侣关系吗 请问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据 为何选择在此时公开 是有什么商业规划吗 据 据说 该酒店的老总 是个年轻貌美的女企业家 而且跟地豪国际 有合作关系 您身为地豪国际的形象代言人 是否为这个酒店做宣传 却 我被闪光灯照得睁不开眼 没想到 梁默默请来 为自己造势的媒体记者 居然成了陆臣的小型见面会了 地豪集团 就是陆臣的父亲 陆军豪的企业 我确实是和地豪企业 有商业合作 和陆臣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庆功宴上与他结识的 我对他可是一见钟情 当然 他更是 他当晚可是只邀请我一个人跳舞 我脚酸了才停下 还说因为陪他跳舞脚酸了 硬是要送走回家 小姐 你也说句话 别总傻笑啊 一名记者发现陆臣只是冷脸 就把话筒储到我脸上 我摸摸脸 是在傻笑吗 对 我傍大款了 高富帅 白富美 绝美绝佳 满意了吗 我职业假笑 陆臣捏了捏我的手指 我会议 给了大唐经理一个眼神 立刻就有许多保安冲上来 把记者都轰了出去 我俩在众人的注视下 坐在了宾客席上 却没人和我们坐一个桌 三舅妈他们一个个离我们远远的 悄悄交头接耳说着什么 妈妈现在应该也在后面 帮梁默默打点吧 正想着 大厅灯光一暗 聚光灯照亮了整个T形台 主持人利落地说着吉祥话 不知道为什么 台下鼓掌的人却少之又少 在嘻嘻啦啦的掌声中 大厅的大门也打开了 我拍了拍百无聊赖的陆臣 好戏开场了 倔 陆臣笑着说道 终于开始了 王须你准备怎么处理 倔 嗯 私自利用自己职位 在酒店给自己和小三办婚礼 肯定开除 我不追究损失 就不错了我眼睛盯着门 那王勋怎么说 陆臣看了看台上紧张兮兮 看着我的王勋 我黑黑一笑 你猜 让我们热烈欢迎新娘上场 大门已经完全打开 然而 主持人奇怪地看了看门口 又笑道 我们今天的新娘 看来很是调皮呀 好 大家鼓掌再热烈一些 俊 大门还是开着 没有人影 大厅里开始有人议论起来 大伯母脸色难看地站起来 对王勋道 小勋 默默呢 你快去后台看看 王勋没看他 仍旧看着我这边的方向 大伯母看着我 用手指着我 夏宇熙 你是不是对我们王勋说了什么 你怎么回事 连自己的表姐夫也要抢吗 去 喝 这老婆子还是这样 我刚想开口 王勋却对着大伯母道 伯母 你怎么这么无礼 没有任何凭证 就指摘别人 大伯母背后得脸色难看 掖住半天 没敢开口 你就不替我说说话 我点点露晨的肩膀 他笑笑 摸摸我的头 小孩子玩得高兴 我插手算什么 搞不定 我再来 主持人彻底傻眼了 又忙挂起职业笑容 呃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大家都是喜气洋洋的 让我们一起再掌声欢迎新娘 这次 终于在大门处 看到了新娘的身影 她带着好几层头纱 灯光又打得暗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她颤颤巍巍地走到王勋跟前 王勋却不知怎么腿发颤了 大伯母终于笑呵呵地落座了 正常仪式开始了 马上就要到交换戒指的环节了 我却坐不住了 哎 她怎么还不到 她说要来的 我焦急地看向整个大厅 没有 谁呀 王勋的正牌老婆呀 我只觉得恶气发不出来 很是憋闷 突然 大厅里却挖衣的一声 都对着舞台指指点点 我也看了过去 这就是好戏了吗 路晨好笑地看着我 我也傻眼了 找了半天的人就在台上站着 王勋的正牌老婆 王贵云身穿婚纱扔掉了头纱 满脸皱纹的脸 满是愤恨 她怎么成新娘了 不是我安排的 王勋 老娘在老家给你带孩子照顾你爹妈 你在这里泡女人 养小三 你他妈的 俊 说着 王贵云一爪子就挠花了王勋的脸 王勋 这是怎么回事 谁都还没说话呢 我爸第一个跳脚 爬到舞台上 王勋痛苦地大叫 老婆 你干什么 俊 他的这句老婆落地 大伯母嚎的一声 仰面倒地不省人事 大嫂 我爸大叫一声 又跳下台 靠 这老男人在掩奶一出 跳梁小丑吗 跳上跳下 我还没反应过来 梁默默拖着长长地坠满珠宝的婚纱 一脸幸福地迈进大厅 呵 好看 嗯 怎么回事 梁默默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大厅 又退出去看了眼 没错呀 她看到混乱的人群 和舞台上一对静默看着对方的夫妻 熏熏歌 梁默默慢慢走到舞台上 王勋呵止她 别说话 王贵云扭头 看到了梁默默 顿时如同互惠的母鸡一样扑过去 梁默默惊叫一声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王贵云推下了舞台 摔到地上 王贵云身材矮小 却身体强壮 立刻又从舞台上跳下来 扑到梁默默脸上 臭不要脸的 臭婊子 狐狸精 让你结婚 结婚 王贵云打着 嘴里骂着 梁默默喊道 你们离婚了 我们结婚合理合法 俊 离婚 离你奶奶的腿 离婚王勋得分给我一半财产 你以为他傻 俊 不可能 熏歌说的 会离婚的 你们 俊 梁默默被狠狠抽了几个耳光 三舅呢 五舅妈看着 却都不敢上前 还捂着嘴 不知道是笑还是惊讶 我爸一看 他的心头宝被打了 也没功夫去照顾大伯母了 冲过来 拉住王贵云 你干什么 打人做什么 他大意凛然的样子 一点也不看不出 他平时能忍受三舅妈 对我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王贵云打得起劲 你又是谁 你算老几 倔 我是他小叔 我爸抓住他的胳膊 对王勋道 小勋 什么情况 你别光站在那里 你妈妈都晕倒了 倔 王贵云笑了 我下 小叔 算个屁 他妈晕了 他爹呢 有人生没人养 倔 梁默默一听 气得从地上爬起来 又爬到舞台上 他不顾自己被打得凄惨 又拉住王勋的胳膊 老公 你说话呀 你说句话呀 我们都好了一年了 你不是说这个星期 已经跟他离婚了吗 老公 你说话呀 倔 王勋连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默默地盯着我 梁默默一看他中邪的表情 就发了疯一样 又冲我吼道 夏雨昕 你到底做了什么 勋歌他是不是被你蛊惑了 倔 路沉皱眉 拉着我的手 走吧 雨昕 狗咬狗我也看够了 倔 我对梁默默做个了鬼脸了 就由卓路沉拉着我 今天 戏看够了 等改日再站 还没到门口 就有人拦住了我 不是别人 就是我那正义凛然 大义灭亲的吧 夏雨昕 这是不是都是你搞的鬼 前两天 我在你房间外 听到什么婚礼 什么暗计划的 你是不是故意 让王勋老婆来闹 让我们下家难堪 据 他气恼地指着我 把所有的怒火 都发泄在我身上 路沉压住怒火 伯父 梁默默之三当三 是他品行有问题在先 你何必指责自己的亲生女儿 哼 小小年纪 还是个戏子 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告诉你 王勋可是这家饭店的总经理 钱都是正儿八经来的 不像你 钱干不干净 自己心里清楚 我爸竟然为了维护梁默默 不惜诽谤一个刚刚见面的未来女婿 路沉没有见过这样不讲道理的长辈 我忍不住了 爸 你不要歪人看谁都不正 告诉你 路沉 他是我的男朋友 找个戏子当男朋友 又怎样 你自己呢 不是也靠男人了 怪不得 连个正经班都不上 据 我没想到自己父亲竟然认为我是一个攀龙富凤 唯利是图的人 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谁 你听好了 我就是这家连锁五星酒店的董事长 还有 路沉 他不光是国际超模 他还是地豪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他更是我的男朋友 没想到 我此话一出 大厅里竟然爆发出雷声般的笑声 三舅妈他们又开始拍腿笑起来 指指点点 仿佛我该是那个被千夫所指的小三 梁默默插着腰 在台上 也笑着看我 完全忘了自己红肿的双脸 我又看了眼 窝窝囊囊在那里左右为难的王勋 王勋 你给我过来 王勋听到我叫他了 立刻屁颠颠跑过来 梁默默气地跳脚 老公 你干嘛听他的呀 来 王勋 你告诉我爸 我是谁 我看也没必要再隐瞒了 对于我爸这样的人 只有用钱砸死他 他才知道 你是有脾气的 王勋低着头 恭敬地叫道 董事长 他胸口别着麦克风 一句话出来 整个大厅都静计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没说话 只是转身 准备拉着陆尘 离开这个让人恶心的地方 首先打破这沉寂的是我爸 王勋 你是不是疯魔了 他是谁 你看清楚 他才二十六岁 倔 呵呵 这个男人 我身上真的流着他的血吗 夏洪亮 你给我闭嘴 突兀的一声 从大厅音响发出来 是我妈的声音 我再一回头 妈妈正拿着主持人的话筒 夏洪亮 你这些年对我们娘俩的所作所为 我都忍够了 你可以对我厌倦 你可以对我使乱中气 甚至我可以容忍你和大嫂的往来 但是我不能让雨夕 再跟我这我受委屈 倔 呵 我妈真是厉害 此话一出 晕过去的大伯母又醒了过来 放屁 你放屁 他豪丧一样拍着大腿骂 我妈笑了 拿出一张纸 大嫂 这是夏洪亮和梁默默的DNA亲子鉴定结果 99% 去 大伯母傻眼了 又两眼一闭 晕了过去 这下没人扶他了 我知道 你没晕 你常年以头晕体弱 让夏洪亮去帮助你们孤儿寡母 梁默默明明是足月生产 你却说七月早产 却大嫂 难道 知三当三 这也会遗传吗 却 梁默默脸色惨白 你胡说 不可能 不可能 小叔 小叔 你说话 却 妈 妈 你快说话呀 却 王贵云拍着手 开心 一余眼表 哈哈 可以可以 王勋 没想到你找的还是小三世家 我爸阴沉着脸 你给我闭嘴 满嘴胡心 我和美分清清白白的 去 美分 夏洪亮 叫得一点也不害臊 我告诉你 今天 我就要给你离婚 雨夕跟着我 还有 你作为过错方 当初签的婚前协议里注明了 你净身出户 妈妈一口气说完 我忙跑过去 搀扶住她 我知道 她憋了很久了 一下子说完 会很累 陆沉也小跑过来 伯母 您别担心 以后我和雨夕 会好好照顾您的 妈妈心累得一笑 大厅里仍旧一片静忌 我爸 梁默默 王勋 王贵云 以及在地上装死的大伯母 全都没有在开口 我和陆沉 搀扶着妈妈 离开了酒店 外面天空艳阳高照 妈 跟我走吧 我请妈妈坐进了 陆沉开来的劳斯莱斯 我不知道 当天梁默默的婚礼 如何收场的 我只知道 后来 我爸没再回家 去哪了 也不知道 和他一起不见的 还有大伯母 梁默默卖了那辆 他名下的马沙拉蒂 出国留学了 王贵云和王勋 居然凑合着 又在一起过了 王贵云给我发了条短信 谢谢夏董 只是 我不想轻易放过他 我就是缠 也要缠死他 却 至于 王勋 我没有辞退他 因为我当初 答应王贵云 绝对不让王勋 离开集团 却 只是 还在酒店 从宝洁做起 至于三舅妈 五舅妈 那些亲戚 他们上门来送礼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穷 他们一个个 都想扣我家点什么 如今 我们家飞黄腾达了 他们又一个个 打破鼻子 冲着抢着要送礼 一开始 他们找不到 我家大门在哪里 后来 进了大门 又在庄园里迷路了 我告诉他们 啥时候 他们能见到我 我就收了礼 其实 我很快 和陆陈岭正结婚 搬到了他家的 顶级豪华庄园里了 我那些亲戚 想找到我 一万年后吧